迅速進行調查並且行使它的傳召權 就著港鐵整個鋼筋被剪短的問題 我們覺得牽涉整個系統都是要調查的對象 如果它的調查範圍除了純粹紅磡站之外 我自己會建議它應該在過程中 還要徹底地問一下他們自己的隊伍裏面 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站出現同樣的問題 究竟為何會出現這個問題的決定是怎樣做 同時整個制度本身現時來說很清楚是欠缺透明度 將來對於公眾的監督交代 怎樣定期去立法會交代工程的進展 萬一有一些出錯的時候怎樣向公眾交代 我認為在這件事上面是很重要 原因在這件事一路發酵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港鐵他們的負責人 他們去面向公眾的時候 你看到他們的整個意識是不足夠的 我相信這個是因為港鐵一直以來在香港 是有這麼大的一個角色 幾乎都是在公共交通那裡 是享有很大的發言權 那這些那些職責是不是引致今天這些事情這樣出現 而很多我們看到都好像要由內部爆出來給公眾呢 那這一方面其實是一定要徹底徹查和檢討 我覺得在政府調查的範圍 除了紅磡站要確闊之外 也都要有問責的 究竟那件事有沒有人出錯 為什麼會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中科他提出了之後 是不會有一個改善 是有個人的問題還是系統性的問題 我相信政府和港鐵都要開城報公 有責就要問責 如果是系統的問題就要徹底改善 也都不可以作為一個單一事件 只是紅磡閘這樣處理 我覺得作為港鐵這麼大的公營部門 幾乎掌握香港整個交通的命脈 因為是港鐵 那我就自己都會覺得 馬主席他回應公眾的時候 的確是回應得不好的 那這個事件應該就在整個過程 他們在內部管理層是要檢討 至於是否要去到他 是否留在這個職位 我想現在就不會純粹 他是一兩次回應這件事 我們去做一個判斷 而是應該看回 在整個調查 他們是怎樣配合調查 是否開城報公 還有他怎樣就這件事發生之後 他們作為高層怎樣督促 各個部門去配合 將整個事件的因由和系統上 極有可能在系統上 其實他們也可能和現代社會脫節了 因為一個這麼大的公營機構 他們在整個過程去決策 其實公眾的要求是增加了 也都需要有高度的透明度 無論向傳媒和公眾 對政府和立法會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想現在要看看 他怎樣展開這個調查 是否完全配合 還有是否提出一些更加有效的調查方式 將整個成因和最重要的是 將來怎樣避免同類型的事件 我會從這方面去決定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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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意我講英文 我認為 在最後一天 某種類型的調查 必須提出這些問題 就是 可能 會提出 突然 提出 緩訊 提出 提出 賢 自成功 提出 提出 有關於 如果同样的计划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它会更好。 但是如果他们决定要有时间, 要看 whether他们要设定另一个计划, 我会让它们的政府和MTR管理。 但是如果这些事件是非常相关的, 其实从一个目的性格, from the point of addressing public concern it would be much wiser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ogether in the same committee after they could successfully invite a very well established chairman who is a judge and also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that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s and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s who really understand the field how the operation of MTR or similar kind of transport could operate I think this kind of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s are also very important and also play vital concern a vital role to lead to a very fair and publicly acceptable result at the end of the day okay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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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